有人说人生最应该追求的就是简单生活 而其中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由家庭这个倭居 去感受生活带来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感觉 今天介绍的这间屋实用面积465平方尺 屋主对于北欧风可谓情有独钟 所以希望将北欧那种简单和以木为主要元素的生活风貌 带回家 加上屋主有养猫的关系 所以设计师就帮他设计了一个既有欧式元素 又可以配合宠物的倭居 Ken 简家琪 是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中国舞系的毕业生 跳舞了得的他不知道对家里又有什么要求 是否呢 我的健身房以简约为主 首先楼底定有高 因为我一米八八高 我不想一拼手就碰到天花板 接着房间就要多收纳的空间 收藏我的衣服 而厅方面 就要有地方让我拉筋和跳舞 不欧风的感觉在客厅一目了言 以白色为主 再配合感觉朴实的浅色木家丝 带给人一种很自然的感觉 另外梳化后面的墙身 改造玻璃屏风间 看起来阔落很多 也配合不欧风透光设计为主的理念 我也挺欣赏玻璃屏风的设计 因为一转转就知道家人在做什么 对不起 屋主有养猫 又有珠玻璃的元素 为了不浪费这些高楼底的优点 我就想把上面的空间留给猫猫用 这样就会有个订制的猫层板 睡房贯切不欧风的主题 以白色为主 而因为空间比较小 所以就做了高身的地台床 增加储物空间 也将窗台的空间 纳入睡房 而为了减低压迫感 所以照明灯就由天花 改成在墙身 我很喜欢地台的设计 因为可以收拾所有东西 够干净和简约 而房间我会想用暖色系为主 因为感觉会很轻松 很放鬆 在墙身上就铺了云石纹的砖 而地上就做了白色的瓷砖 简约利落 而为了配合宠物的需要 特意做了这个面盘钓柜 腾出一些空间去放猫砂盘 相当贴心 好吗? 我想浴室以白色为主 物料方面用暈石 因为看上去感觉很高贵 对于现在疫情关系 屋主两夫妇都会有长时间留在家工作 所以我会把两间睡房 其中一间变成书房 因为这间房间有一个大窗台 不想浪费这窗台 所以就会把窗台这个位置 改成一张大书桌 连着上面会有一些猫的层架 和书架 就可以让屋主工作 做到累的时候 可以看看风景 猫猫也可以陪着主人做事 同时会有一个大的L型衣柜 就可以增加他们衣物的储存 至于厨房方面 为了配合屋的风格 跟睡火一样 都做了圆拱门的设计 另外,里面的设计也很整齐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我梦想的厨房是开放式的 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室室吧 因为我喜欢做寿司和吃寿司 这间屋的设计连装收费 用了47万 Ken,你有最喜欢哪部分 我最喜欢的是厨房 因为光芒 而且用了白色为主 適合我心目中的要求 而我本身很喜欢木 所以这间屋有这么多木 真的非常适合我心水 不过我特别欣赏设计师 在柜和门框 用了深色的颜色 令整件事没那么干净